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脑的神经系统兼顾现有计算机的高效计算 优势互补高效融合实现零的突破 比方说我们现在残障人都是做轮椅 那么将来我们内脑计算芯片 可以有足够强的信息处理和控制能力 那有可能就改成了一个残障人都是一个 半支撑的外骨隔压这种机械地 那使得残障人恢复自主自我自理的能力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林玉飞 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制造最新的消息 今年8月1号 世界顶级学术杂志自然上的一篇封面文章 刊登了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一款 新型人工智能芯片 简单的说 这款芯片既有人类大脑思考能力 也有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这是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重量级的一次全新突破 中国制造能够在芯片领域取得这样世界瞩目的突破 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团队能做出如此引人关注的芯片 有了这种融合类脑芯片 未来的机器人能不能也跟人一样 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这是一款在网络上很火的自行车 和其他网红视频相比 这个视频没有配音 没有音乐 只有几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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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这辆无人骑行 自己可以行驶的自行车 只要你仔细观察 你就会看到 原来这是一辆遥控自行车 但是网友们还是对这样的自行车视频 产生了极大兴趣 其实网友们关心的并不是自行车 而是想知道 如果没有遥控 这自行车是不是真的可以自己跑 于是乎 今年8月 网络上又出现了一款自行车 这款自行车 看上去与普通的自行车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遥控 也不是电脑制作出来 而是实实在在的 出现在一个操场上 让人好奇的是 同样没有人骑行 但是这款自行车 却可以做出很多动作 越障碍 转弯 速度可以时快时慢 只要人可以完成的 这个无人骑行的自行车 都可以完成 网友们给出这样的评论 自行车真的成精了 别跟着 成精了的自行车 刷爆了朋友圈 对这样一款自行车 当然也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几经打听 我们知道了这个视频 是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操场上拍摄的 拍摄的时间是去年冬天 这个成精了的网红自行车 它不仅实现了无人骑行自己跑 还能识别人的语音命令 让自行车真正实现了自行 在清华大学 我们见到了这辆网络刷屏的自行车 外观看上去 就是一辆普通的山地自行车 为了实验 这台自行车拆除了两个脚灯子 车把 鞋梁 还有后车架上 都固定安装了仪器 仪器里的核心 就是天机心的芯片 芯片相当于自行车的大脑 用于接收发号示令 储存信息 而研发天机心的 是清华大学的几位教授 带着一群年轻的硕士和博士团队 清华大学工程院系大楼的四楼 是精密仪器系 这里就是天机心 和网红自行车诞生的地方 裴经教授 是这个团队的主要成员之一 他告诉我们 这个暑假 他一天都没有休息 虽然他们的研究成果 已经登上了自然杂志 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 但他自己知道 那也只是第二代 天机心的初步成果 他们眼下正在完善更新 天机心的功能 我们现在开始争取 天机第二代 做个仿真验证测试以后 我们第三代开始说 像个人那样 能好优化 裴经正带着他的团队 讨论关于第二代天机芯片 稳定性的测试分析 2012年 还在研究智能信息存储领域的裴经 在一次学术探讨会议上 遇到了施璐平教授 施璐平跟裴经 谈到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想做一款全新的内脑芯片 将计算机科学和脑科学 结合起来 当时这样的研究 在全世界都上述空白 裴经一听就很兴奋 当即就答应了施璐平的邀请 加入了内脑芯片的研发团队 大家就觉得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 那么施老师刚好 他又提出了一个计划 那么是觉得将来是 面向内脑计算的 人工认知存储 将来会是存储 在摩尔定律失效以后 或者说物理萎缩 这条发展趋势之外 那么是认知存储 内脑记忆存储 是一个新的方向 世界上发展人工通用智能的路径 目前主要有两条 一种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 尽量模拟人脑 另一种则是基于计算机科学 让计算机运行机器学习算法 这两个系统目前都是独立存在的 各有优缺点 但将两者融合 被公认为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之一 大家好瞄准一个目标 我们走这个一个世界 走在颠覆性创新 2012年 清华大学开始了 类脑芯片的科研任务 研发人员将这款类脑芯片 取名为天机芯 因为现有的人工智能计算是强项 但难以处理模糊问题 比如阿尔法狗夏维奇 能赢了世界冠军 却做不出阅读理解题 而这个芯片的目标 就是逐步向人脑逼近 达到人脑的功能 从而解开人脑的秘密 它安装在类似计算机内存条的东西上 每个芯片有数万个借借人脑神经系统的数据 别看它只有人的指甲大小 但是为了实现人脑神经系统 与计算机高效算法合二为一 小小的类脑芯片 涵盖了信息 生物 物理 数学 材料 微电子 医学等多个学科领域 类脑阶段研究核心的 最最关键的不是技术问题 也不是科学问题 最主要的突破的难点 交叉融合 怎么把建计科学和脑科学 融合在一起 把材料科学和现有的制造技术 合在一起 那么跟人工智能算法融合在一起 是解决突破人工智能 通用人工智能的最关键的 网红自行车的出生 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我们现在看到可以识别人的指令 躲避障碍物 每一个环节和步骤 都要进行近万次的数据和信息的采集 在清华大学精米仪器系 一间不足20平米的房间里 36台摄像机 全天都在记录着 天机新采集的数据 每个摄像机上面的屏幕上 9个阿拉伯数字飞快地闪动 令人眼花缭乱 这个是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叫 天机内脑计算机的一个演示系统平台 它的这个结构是这样的 我们一共有很多路并行的高清摄像头 比如说像现在是有36路高清摄像头 我们可以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信息 通过这个摄像头采集 然后输送到咱们的天机内脑计算机里边 摄像头采集的这个图像 那就是在这个屏幕上可以显示出来 清华大学精米仪器系副研究员 北京告诉记者 2014年石路平团队开始内脑芯片研发时 团队中的所有研发人员 同样接受着很多尝试和挑战 为了让内脑芯片能达到预想的效果 必须要找到一个可以移动 或者飞行的东西来完成各种动作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 无人操控自动行驶的网红自行车 并不是石路平团队首选的实验品 他们第一首选的是一台无人机 小型的无人机的话 它的这个装载量比较有限 大型无人机在这个空域 在实验环境受限比较大 将天机芯安装在无人机上 进行实验的想法 很快就被pass掉了 于是用一台自行车去做实验的想法 很快就摆在了桌面上 所以自行车比较安全可控 那么防止实验失败会到环境造成伤害 而且自行车它有平衡 有这个驱动 可以加载很多我们想做的实验 它比较灵活 所以最终我们选择了一个自行车的平台 事实上早在2013年 类脑计算中心还没有正式成立的时候 实验平团队就已经开始瞄准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前沿 2015年 类脑计算中心成立一年之后 实验平团队就研发出了第一代天机芯芯片 实现了零的突破 通过几年的研发与改造 2019年第二代天机芯片问世 以前需要32块才能实现功能的一代芯片 现在只需要一块就可以实现 二代芯片采用了更高的工艺 它的集成的神经元数量 是一代芯片的接近30倍 那么它有4万个神经元 那么二代芯片一块芯片就替代了32个一代芯片的功能 而且它的网络规模比一代更大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它在目标追踪的时候 它在目标识别的时候 它的能力更强 它的抗干扰能力更强 它的整个的控制系统的效果就更好 被网友叫做成经了的自行车 就是清华大学思路评团队研发的第二代天机芯芯片 吴双清华大学经理一期系博士生 就是他在实验中给自行车发送指令 让自行车向左转向右转的 他参与了芯片研发的整个环节 至今为止 他对自行车上装上天机芯的实验过程都记忆有心 把自行车一搬过来 我也想这么大一个东西 还要跑到户外去测试太麻烦了 然后其实自行车也摔过两三次 有一次严重的是整个把电路板全部都摔飞了 然后心情就是面如死灰 这样的失败在实验过程中 犹如家常便饭 经常发生 但团队对于天机芯的研发梦想从未改变 能研发一款累脑的人工智能芯片 并提配上自行车 让自行车实现独立思考能力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在长达六年的研发时间里 他们做了几千次实验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他们发现 有些问题靠单一学科无法解决 清华大学为此特意成立了累脑计算研究中心 来自医学 电子 微电子 计算机 自动化 材料及经理仪器 共七个学科的专家都加入这个团队 共同来攻克这一难题 你要敢于尝试 敢于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但是说你要先看好方向 认为这是一个对的 那要坚持做下去 那我们坚持了六年才做出了一个相对被国际公认的一个成果 现在的内脑计算机 基于天机二代的这个内脑计算机 我们最后就向内跑了 成功的时候 这个是最激动的 清华大学天机心的研发团队里 大多数都是90后的博士生 这群90后的博士 就在这个智能芯片实验室里 一次又一次地调试 这辆无人驾驶的自行车 吴宇杰主要负责自行车上 脉冲神经网络的算法设计 他笑称 研发天机心 每天遇到最多的就是失败 前期基本上都是失败的 因为效果很差 就发现这东西根本就没法做 但那个时候施老师 就是下了死命令 说我觉得我们人老的话 做这个语言做得很好 我觉得我们自行车 最好把这个加进去的话 应该也是可以加得进去的 这就是我们也就是往死里渴 有一阵子是做得比较长 就我们每天在找原因想方法 邹哲也是清华大学 精密仪器系的一位博士 她是精密系团队里 唯一一位女同学 她主要负责总体功能设计 我们前期要尽量做到万无医师 真正让她跑的时候是紧张 但是紧张不能影响我们的实验 所以我们一定要放平心态 去让她跑好 然后看到她跑得特别好 尤其是我们录视频的时候 看到效果那么好 我们肯定是就内心特别慌忽雀 但是还要装作云淡风轻 就不能显现出来 2019年 欧盟得知清华大学的 类脑计算研究中心 将类脑芯片研发成功后 也开始投入研究 类脑芯片一旦研发成功 进行到应用阶段时 对于各行各业来说 都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 人工智能可能有 现在主流说有两个方法 我们相当于 我们这个芯片既支持 深度学习的方法 又支持生物神经网络的一个方法 相当于它能够将两种网络 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 这样有可能成为 未来实现人工通用智能的 一个道路 网红自行车刷爆朋友圈 无人骑行的自行车 真的成精了吗 其实自行车也摔过两三次 有一次严重的是 整个把电路板全部都摔飞了 然后心情就是面如死灰 类脑芯片借鉴人脑的神经系统 兼顾现有计算机的高效计算 优势互补高效融合 实现零等突破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残障人 都是做轮椅 那么将来我们 内脑芯片可以有不够强的 信息处理和控制能力 那有可能就改成了一个 残障人都是一个 半支撑的外骨骼 这种机械地 让使得残障人呢 恢复自主 自我自理的能力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事实上 类脑芯片的研发 并不单单只是为了一款 无人驾驶的自行车 自行车只是一个体现 类脑芯片功能的载体 而目前我们看到 自行车所展示出来的功能 也不是类脑芯片实验的最终目的 这就意味着 未来拥有了人工智能芯片的物品 将不再是纯粹的工具 而是一个懂你心意 学你思维 模拟你大脑的机器人 像人脑一样学习 人工智能能够模拟人脑的运行机制 自动更新 自动改进 自动优化 清华大学研发的这款 类脑芯片不断升级更新 将给未来人工智能的应用 提供无限可能 其实清华大学并不是 第一个研发类脑芯片的团队 在国际上 已经有了很多模拟人类大脑处理信息的芯片 但是像师路平团队这样 把人工通用智能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 即基于计算机科学 和基于神经科学 这两种方法 集成到一个平台的技术 目前处于世界前列 2019年8月1日 这颗画着大脑 充满科技感的天机芯片 登上了自然杂志的封面 该团队在本期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更实现了中国在芯片和人工智能两大领域 自然论文零的突破 这一消息一经公布 全世界的各个科技媒体 无一例外 均把这一消息置顶头版头条 引起整个科技界的高度关注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残障人 都是做轮椅 那么将来我们内脑接战芯片 可以有足够强的信息处理和控制能力 那有可能就改成了一个 残障人都是一个半支撑的外骨骼 这种机械力 让使得残障人恢复自主 自我自理的能力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内脑接战芯片 它的信息处理 它的信息控制能力 和脑科学跟医学研究结合 将来也会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清华大学目前研发的天机芯片 只是处于一个起步阶段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这个成绩依旧令人叹养 现在团队的研发进入天机芯 第三代芯片的开发当中 据培经教授介绍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天机芯 第二代芯片 拥有四万个神经元 一千万个突出 而人脑有八百七十一个神经元 相比人脑还是很小 而要想达到人脑的效果 它的突出还要增大一千到一万倍 第三代芯片的目标 是一步一步往前走 做到拥有百万级神经元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规模呢 就是一个果蝇 果蝇它大概就是几十万到一百万的神经元 那它就可以识别各种的人工智能 图像的识别 气味的识别 那么对于风 对于这个争造 对于各种大自然的环境的适应 那它的智能全都能包括里面 那么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一步一步走 下面在未来三到五年 百分之一人脑 百分之十人脑 最终超过人脑 从人脑的八百七十一个神经元 到天机芯片的四万个神经元 虽然相差了两千多万倍 但是清华大学科研团队 将天机芯片更新换代的速度 能量是无穷的 网红自行车也只是开始 未来随着天机芯的迭代升级 北京也预想着 未来还将诞生更多的智能化产品 甚至童话里的场景都会实现 我就想一个场景 那么我们听课可能集中的时间 精力可能只有半个小时 那么真正精力 那我可能要处理很多事 假如我的工作强度很大 比方说我参加一个国际会议 我可能做一上午做一个 那么那么多报告 我可能就不能太继续听语 听了这只是举例 假如我有一个相当于跟手机 还是跟这视频能结合起来 那么以我的习惯 那叫做智能 记忆 能帮我把这些 自动地把这些记忆的要点 它的内容 信息 它都给记忆出来 当我需要的时候 我不需要重新看这支视频 看录像 那就是我总结的一些规律 能力 那么它是实际上 只要我有一个想法 它就可以把相应的东西 给我自动地反馈出来 中国制造研发的一颗小小的芯片 其实影响的不只是 大众消费端的手机和电脑性能 这背后更关乎着国家的产业方向 产业成果以及产业地位 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 清华大学团队研发的 类脑天机芯 最近华为也刚刚推出了 算力超强的AI处理器 升腾910 紫光 阿里 平头哥等公司 也刚刚推出各种AI芯片 在各个领域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中国的芯片产业 在困境中起步 在人工智能崛起的关键节点 正在抓住这轮机遇 实现中国制造全新的升级 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